记者为景云桃园报告 看不下去此吸毒 负大义灭轻报警刺抓 桃园警分局中路派出所 今早八点多 接获正姓市民报案 表示其25岁的儿子吸毒旅劝不听 希望警方帮忙处理 警方或报赶底 发现家中吸毒器具藏满屋 当中还不乏许多精美七十器 当场人丧巨货 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将正南一送桃园检查署侦办 警方到场正姓毒虫得知 被父亲大义灭轻 还与父母发生激烈争执 除时口否认欺毒 还趁机将握在手中的灵 38克安肥塔命扔到椅子下 立刻被警方发现 并在正南房监察获毒品吸食器共16组 其中有造型精美的吸食器 还特意用纸盒收藏 引起警方关切 正南便称 之前因在外租屋 无意间将前房客已留的吸食器搬回来 警方追问精美吸食器来源 由美工设计背景的正南 还大谈玻璃垂质的工法 表示用不同的吸食器 吸食毒品会有不同的感受 并举喝咖啡时使用精美杯盘 可以满足感官为力 让远景当场傻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